可以呃...再用...再先進 其實就有一天是想要跟大家包括 就是...這邊在二零... 二零零四年有...有發生過地震啦 可以...請出發局去確認一下 或是各位可以直接Google 就打...打四壽三地震 就可以看到有新聞了 規模4.1 但是那應該是三角斷層的地震 所以...請出發局看一下 再評估一下這邊到底可不可以開吧 剛剛有看到齁... 然後...這一個是中央大學李奇梯老師 他...他算出來的... 就是...台北二十年內... 這是...他算的幾率 那...其實是很高 就是...呃...他就是... 他就是...把這三種因素... 然後...呃... 呃...怎麼講... 呃...得出來的幾率就九十啦 那...像他其中我不知道什麼花蓮外還... 大家不要以為那個距離我們很遠 其實...101在蓋的時候 那是...2002年的331地震 那時候...101的急劇不就... 從... 那掉下來了嗎 那這就是... 發生在花蓮外海的地震 但是卻可以... 造成台北能力多大的影響 所以... 這都是很危險的 可以...請... 杜花局省慎的評估 然後... 儘量留給台北市民有一個逃生的空間 然後... 就是... 我們需要有一個防災公園 然後...我這邊有一個臉書 大家可以搜尋... 呃...廣池大概有... 三...三個臉書啊 大家都可以... 反正是有不同的人創辦的 大家可以... 加進去看一下 那這個是... 我創的叫廣池公宅 以及永生皮 那我寫了很多東西 大家可以看一下 哦... 現在... 對... 這上面有寫... 大家看得夠嗎 那是... 剛剛那是... 二零... 二零...二零...二零... 二零...二零...二零...三三一地震 那時候... 新北市... 還... 造成五百多棟的建植物受損 嗯... 那是發生在花蓮外海的地震 所以其實跟... 這邊有沒有台北斷層通過根本沒有關係 就是... 台灣本身就是一個很多斷層的... 一個島嶼 嗯... 所以只要發生地震 像上一次那個美濃地震 發生在... 高雄的美濃那是對台南造成很大的影響 而且... 那時候... 在蓋美濃水庫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他們也在停泊啊 說那邊有斷層通過啊 但是那邊... 當初... 那時候... 不知道是高雄市政府... 高雄縣政府還是中央就是... 這跟... 也是根據民保證說 那邊沒有... 那邊是很安全的可以蓋美濃水庫 大家可以放心 但是沒有人想到... 在二十多年以後 竟然發生了美濃地震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很難說的 並不是說... 台北就能是... 沒有就是沒有 嗯... 好... 大家可以看廣車... 那麼棒的一塊地 真的是... 像大安森林公園一樣 這樣不是很好嗎? 好... 那我們... 第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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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樓的第五位... 李鵬可以接著 主席... 菜座的... 各位... 大家好... 我是住在林口街八十巷... 這個... 這個... 在地的... 永久的居民... 已經... 來這裡第三代了... 我們很期待... 這個... 剛剛... 幾個... 李鵬所提供的這個意見... 可以... 那... 讓我們... 考慮... 師父的考慮... 施政的方向... 對我們... 在地人是一個... 保障... 也是一個... 啊... 友善的一個... 啊... 都市開發的一個... 非常... 具體的... 而且... 可以成為一個典範的一個... 啊... 模型... 讓我們... 可以安心的... 常... 住久安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 也... 回應... 剛剛那個... 葉老師... 他所提供的這個... 啊... 搭到路... 九十... 六巷... 這個... 路數... 是... 非常的漂亮... 啊... 我也留意到... 啊... 九十... 四巷... 也不錯... 那... 就是林口街八十巷... 這個... 這個... 所以... 因為我是從事國際貿易... 我的... 客戶... 得一次來... 他就說... 哇... 這個地方真好... 不曉得... 師傅的... 那個... 主辦有沒有想到... 我們... 在地人的這種感覺... 是不是也可以... 如果... 我們... 這個... 呃... 做到... 一定的... 程度的... 保護... 環境... 友善環境... 對... 我們的這個... 呃... 網持有... 加分的效果... 為什麼... 不做... 這個是... 我們可以... 阿蘭深思的... 那... 我也... 提出... 另外一個想法... 就是說... 如果... 師傅所... 會... 美外的這些... 廠商... 他可以... 保證... 或者是... 有更好的建議... 說... 他所... 富裕... 成功的... 這些... 可以媲美... 現在的... 這個... 九十六項... 九十四項... 這些... 路樹的... 呃... 行道樹的... 這些... 景觀... 還有那個... 茂盛的... 亮... 我們... 合了... 無為... 所以請求... 師傅能夠... 給... 給他們一個機會... 對... 讓那些... 考驗他們... 有沒有這個... 意思... 或是... 有這個... 願意來挑戰... 一下... 我們... 現在的這個... 情況... 謝謝... 如果... 挑戰... 不成功... 我們這些... 就... 剛剛... 五位的部分... 做個簡單的回應... 那... 蔡議長這邊提到的說... 到現在... 有一些樹... 可能會倒... 或者是... 有一些枝幹已經下垂入了...